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周匪正正地想到 原来他来永州是为了这个 原来他真的放弃了追查海天一色 无论是为了自己的小命 还是为了先人的遗愿 此时 因为白先生等人插手 小小的水泄上顿时热闹了起来 沐小桥 霓裳夫人 丁奎 猿猴双煞 与白先生的人一人站了一个脚 谁跟谁都势敌非游 中间一只惊恐的猴抱着肾毒方印 就这样僵持住了 场中形势变化快得简直让人目不暇接 可是站在这样混乱的人潮中 周匪却只觉得手上的天门锁冰凉冰凉的 他忽然忍不住问谢云道 你叔叔带你好吗 谢云一愣 片刻后笑道 好 你身上的透骨青是怎么来的 谢云眉眼弯弯 脸色动得发青 可是看他的神色 又仿如沐浴在江南阳春中 带着一种发自肺腑的愉悦 他轻描淡写地说道 不小心 周匪默地扭过头去 突然不想再看见谢云的笑容 就在这时 水泻上有人开了口 霓裳夫人说道 二世纪 我要是知道还有今天 当年万万不会答应当这个见证人 穆小乔嘴角牵扯了一下 殷大哥 李大哥 还有老货 这些人都没了 如今只剩下一个充云牛鼻子 不知又躲到了哪个杆栏 我这个见证人 没接到一个子遗愿 穆小乔 你呢 穆小乔看了霍连涛一眼 轻柔地说道 他但凡跟我说过一句话 有些杂碎不至于获得经典 这句话里头 藏的秘密太多了 霓裳夫人是见证人 周匪还隐约有过推测 难道穆小乔也是吗 水泻中 连霍连涛在内的一帮人已经惊呆了 丁奎啊一声 叫唤道 穆锡子 你说这几个意思 这里面有你什么事 穆小乔 副手而立 并不打话 霓裳夫人捶着目光 看向抱着肾炉印的猴 猴有些畏惧他 耿着脖子 尖叫个不停 海天一色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没有医保 什么中原武林大半个家地更是无稽之谈 他只是个约定 约定双方互不信任 所以找了我 朱雀主 明风楼主和黑判官做了见证而已 见证人报仇丰厚 我们都无法拒绝 白先生 恭恭敬敬地问道 敢问夫人 约定的双方又是谁 又约定了什么 霓裳夫人 冷笑道 既然是见证 自然不会掺和到他们的约定里 这些事你都不知道 我怎么会知道呢 你家主子既然来了 何不出来一见 白先生滑不溜手 根本不接霓裳的招 只是客气道 夫人客气了 我家主上年纪尚佑 不过是个跟着霍补主出来长见识的晚辈 没什么好见的 他先是轻描淡写地将话题带走 又转向袁老三道 袁先生也是成名高手之一 何必与有些人一样 对别人家的东西强取豪夺呢 袁老三奸华地笑道 霍补主既然将这印摔了 那便是不要了 谁捡到就该归谁 怎会有巧取豪夺一说 白先生虽然面不改色 却仍是隐晦地看了霍连涛一眼 霍连涛奇人 武功未必高 心智未必顶尖 但壮士断腕和霍水东吟两招 用得实在是炉火纯青 这回赵明琛为了召集整个南朝武林 将霍连涛挡成右耳抛出去 霍连涛反应过来 自然是心存怨愤 可情检上带了水波纹 已是昭告天下 覆水难收 所以他方才来了这么一出摔印 一半是为了从木小桥手下脱身 另一半恐怕也是为了恶心名称 霓裳夫人不知看没看出这台前幕后的暗潮 面带鸡翘的笑了一声 对袁老三道 你还真是个简破烂的 袁老三转向他 你也不必上嘴唇一碰下嘴唇 便给海天一色下定论 倘若此物真像你说的一样无关紧要 那你方才急着抢什么呢 我只说不像你们想的那么无价 并没有说它不重要 好比像阁下这样的人间废物 却忽没有什么价值 说不定在令堂眼里也是个大宝贝呢 侯五娘坚声道 贱人 眼下神毒方阴 可是在我们手里 你得意什么 白先生低声劝道 请诸位少安勿躁 他们这边谁都不敢轻举妄动 只好各斩神通的斗起嘴 丁葵却在旁边赚起了心思 丁葵之所以敢大啦啦的找霍连涛的麻烦 一方面是听说了海天一色 这么个东西 起了贪心 再者也是听说霍连涛到了南边后 四处高调招揽人手 大有当武林盟主的意思 武林盟主不可能只是号召大家开会 也得办正事才能服众 首先就得选出一些武林公敌来做法子立威 丁葵十分有自知之明 感觉武林公敌这一名号 他是当人不让 因此很想先下手为强 可是当时白虎主冯飞花给他传信 添油加醋的说自己拐弯抹角的得知霍连涛想对付活人死人山 又巧言令色的窜到丁葵打头阵 到时候好与自己里应外合 缴了那霍迦老儿的英雄会 可是如今丁葵一约来了 情理之外的穆小桥也来了 意料之中的冯飞花却依然不见踪影 这会儿丁葵再听白先生话里话外的意思 便扎磨出了点味儿来 心道 扎磨的 冲了霍连涛这孙子的计了 这孙子不但找好了靠着 还联合了弯飞花那个吃里爬外的东西 要挖个坑给老子跳 那老子扬名立万 做你娘的春秋大魔可不白断罪名 丁葵起了非得占点便宜走的贼心 能动手便不废话 他趁着袁老三同白先生等人唇枪舌战 猝不及防的骤然发难 无短身材如能缩地 闪电式的一步上前 水泻中立刻响起猴子的惨叫 只见丁葵堂堂玄武主 竟冲着一只猴子使了十长功力 眨眼间便将那猴脑打成一锅粥 而后他一把捞起肾毒印 哈哈大笑一声 转身便喷 诸位继续分数 便宜完了 几大高手 齐刷刷地挤在这小小的水泻中 原本是个谁都不敢轻举妄动的平衡 谁知尚未商跑出过所以然来 先有人不讲规矩 来了一场卷包会 白先生喝道 拦住他 他话音刚落 狐狸骤然掀起一张大网 劈头网向丁葵 丁葵成名多年 哪是这等雕虫小姬拦得住的 他顺势借力 擦着往边掠过 直落到了周匪他们这一边的岸上 毫不在意地冲向了人群 方才趁着人多重视 气势汹汹要诛杀邪魔歪道的一帮人 乍一剑他杀过来都懵了 前面的往后退 后面还有喊着报酬往前冲的 两拨人马撞在了一起 不等丁葵出手 便自己先乱做一团 当真是乌合之重 不过话说回来 倘若真有本领 除了穆小乔这种别有隐情的 谁会留下来供霍连涛驱使呢 丁葵好似利刃插入豆腐里 自人群中长驱直入 转眼已经到了新南标决这边 林伯等人根本还没来得及 进他的身已经飞了出去 朱莹只好轻斥一声 甩出峨眉刺 硬着头皮迎上 周匪作为管弦士的先锋 提刀便站了起来 谁知道这回 谢允跟他心有灵犀了 两人都要站起来往前走 那天门锁的锁链 一下绕着圆桌 被拉住两个方向 咔一下 卡在了桌腿上 他只好自己先撤一步 想迁就谢允 绕到他那边 不料谢允又跟他迁绕闹了一处 两人同时一退 又撞在了一起 周匪快疯了 怒道 你怎么这么会暗示 李胜忍无可忍 撂下一句 你俩就别跟着添乱了 他话音没落 人已经纵身略处 接连踩过一堆肩膀 看看拦在丁葵掌下 这一交手 方才察觉 功夫用时方恨少 李胜只觉得短剑仿佛撞在了硬邦邦的山石上 险些给震的脱手飞出去 忙彻力悬身 用肩膀将蛛影撞到一边 冲他怒吼道 还不走 丁葵尖声笑道 嘿嘿嘿 哪里走 李胜狠狠一咬牙 正要硬着头皮再接玄武主一招 便听耳边一阵铁环相撞声 杨锦一招断焰叫西风 陡然自旁边插了过来 眨眼间已经挥出三刀 一刀快死一刀 丁葵被他快刀逼得连退几步 将肾毒印往袖口一塞 而后疏得弹出一根尺 哗啦一下 打在了杨锦的刀背上 杨锦的刀锋不免偏了两份 丁葵一侧身 小子 你敢在我这儿上抢 说着 他伸手坐爪 去抓杨锦的肩膀 方才退后的李胜 立刻上前 手中双剑频频消出 正好将剑递到了丁葵手里 丁葵嘖了一声 一把捏住他的剑 不防身后又有进风袭来 杨锦长刀又止 丁葵一往无前的脚步 被他们两个后生 硬是伴了下来 李胜和杨锦这两人 虽然头一次同时出手 却居然还算颇有默契 起码比那俩互相绊脚的强 丁葵发昼山御式的脸上 阴质之气尽险 他忽然仰面吹出一声长哨 远处顿时有长哨声硬核 随后 至少有百十来个 戴着独手套的玄武教众 从方才木小桥 强行破开的石灵镇后面 跑进来 同时 他们身后的湖水中 响起突通声 那大棺材分崩离析 成了一堆归正的木板 开棺材的人 纷纷踩着棺材板 涉水而来 而与此同时 霓裳夫人与猿猴双煞 一同追了过来 水泻中 木小桥却又不知为什么 同白先生与霍连涛等人 动起了手 他以一敌众 竟还能丝毫不落败相 场面一时乱得无以复加 周匪抽出望春山 却不敢离开原位 哀 李盛和杨锦都上前逞英雄去了 主和李延身边不能没人 这是他们一路走过来 自成的默契 譬如在客栈那次 周匪和李盛动了手 杨锦再好战 也只是踏踏实实地 留在座位上 谢允却十分镇定 他想了想 伸手一按周匪的肩膀说道 不急 这只是个开头 至少还有两拨人没出手 等着黄雀在后 你的刀先不要忙着出窍 周匪掰着手指头 已经数不清此时 有几拨人掺和其中了 闻听此言 顿时一个人变成了三个大 他不由的伸手 摸了摸怀里那九把钥匙 心道 要么我先把锁打开 反正以谢允的为人 就算他有天大的理由 趁机溜走 也应该不会丢下 楚楚和李盐不拐 就在这时 李盛突然趁着丁奎 被霓裳夫人他们 纠缠的时候 退出了战权 周眉宁神思量片刻 他开口朗声道 不能让玄武门下的人会合 他们要把咱们包饺子 乱哄哄的乌合之众们 正缺个领头的 闻言纷纷望向他 李盛在众目睽睽之下 深吸一口气 冲云子教了他数月的阵法 在他心里盘旋而上 他伸手一指暗边 对兴南镖局的几个人说道 林伯 老家您带人守住那边 杨兄 三不以外 更为做接应 其他人跟我来 他两次出手 救过兴南镖局的人 林伯等人 自然没有二话 立刻一言从事 其他人却不知道 此间内情 情急之中 自己又没有主意时 便有人听了指挥 立刻便会跟从的 李盛这一句话落下 不多时便约莫有三四成的人 跟着他跑了 李盛也不去管别人 一马当先的 迎上了玄武派 从石林中闯进来的人 要是让他跟丁奎单打独斗 那是万万不成的 然而 对上玄武派下属的狗腿子 李公子 李公子却可算游刃有余 他毫不留守 三两剑便能逼退一人 然后也不追击 留下三四个人盯着阵眼 自己带着剩下的人 在玄武派的包围圈中四处乱窜 进退都不慌乱 不过片刻便用人 结了个简单的阵法出来 原本有些犹豫的人见了 也纷纷加入其中 方才被丁奎一个人 便冲得七零八落的岸边 居然被李盛 理出了个头绪来 同事跟奇门 有一段露水师的师徒缘分 周匪学会了怎么打群架 李盛则好像学会了 怎么指挥别人打群架 谢允见此 不由得对周匪赞叹道 你哥有大将之风 你就不行 大概只能当个女土匪 吴楚楚在旁边凝神了片刻 说道 那位朱雀主 为什么会怀疑霍老宝主的死因 和霍先生有关 这里头肯定有北边的手笔 端谢公子方才说的 黄雀在后 有他们吗 谢允点头道 不错啊 吴楚楚又皱皱眉 你方才说 还有两拨人 如果北边算一拨 那么另一拨还能是谁 中原武林中正邪两道 朝廷鹰犬 暗藏的北朝内奸 都在 谢允没吭声 只是在一片混乱之中 遥遥地望向那小楼的方向 仿佛在与什么人对视一样 有李盛这么横插一杠 丁葵别提多难受了 他手下的人都被缠住了 只剩自己一根光杆 面对昔日两大刺客头子 那个左之右处与狼狈不堪 就不用提了 情急之下 丁葵耍了个剑招 他突然吹了一声长哨 玄武卫 外面正在跟李盛等人 缠斗的一个玄武门下的男子 应声抬头 丁葵拼着大喝一声 强提真气 用后背 接了侯武娘一掌 一口血喷出来 同时 肾毒方印 抛给了那玄武卫 玄武卫 都是丁葵的死忠 丁葵不担心 他们拿着东西跑 何况眼下这情况 也跑不了 在玄武主眼里 手下人的性命 便好似自己手里的 兵刃与盔甲 都是可以随时报废的 这一招祸水东瘾 元侯双煞 立刻顾不上再跟他纠缠 纵身扑向那 接了肾毒方印的倒霉袋 霓裳夫人 却皱起了霓